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周三和周四整体表现比较平稳 昨天整体是轻微上涨大约0.2% 中国股市也同样出现大约0.5%的涨幅 其中上海较多达到0.54% 深圳和大盘指数稍微较低 涨幅为0.3%和0.35% 那么在欧美方面 英法德平均的幅度大约是在0.1%至0.7%之间 美国三大指数也同样出现了小幅的上涨 其中道琼斯 纳斯达克和标普大盘 分别大约有0.4%至1%的上涨 股市以外 目前黄金价格达到了201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目前一盎司黄金 报价为1347美元 同样数字货币比特币 目前也是稳定在8000美元上下 石油价格则从51美元的低位开始反弹 目前的报价约为52美元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跟大家先来聊一下 这个除了股票以外 我们最近应该关注的产品 我们知道呢 最近我们聊了很多有关澳洲的股市 所以说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除了股市以外 还有什么产品 我们是现在值得去考虑和投资的 那大家都知道呢 大约在过去的两三年时间里面 除了股市以外 另外另一个我重点特别关注过多次的产品呢 就是美国石油 曾经在2019年年底到2017年年初的时候呢 当时的油价曾经最低达到过27美元一桶 我们知道一桶美国石油 它是大约是42加仑 折合到我们平时这个升大约是160升 那么27美元的经过提炼的石油 报价只要存在着160升的油 那么如果我们把27除以160 也就是说每一升的石油 报价大约为0.15美元 折合澳元呢 大约是两毛钱 而在超市我们知道一瓶矿泉水的价格 大约都是要一块钱左右 也就是五升经过提炼之后的石油 等于一升矿泉水的价格 这个尺度明显是不合理的 所以在当时我曾经跟所有的客户 和收音机前朋友们说到 27美元一桶石油 我们甚至可以说是 闭着眼睛都可以去买 那非常幸运的是呢 当时油价也从27 后来一路是涨至了77美元 然后到了去年10月初 沙特这个记者在土耳其被杀害 导致了油价呢 从77美元一度是暴跌了45% 最低到了42美元 这个两个月时间跌了45% 也是非常的不正常 所以当时我们在节目中 也重点跟大家说到 这个全世界的石油产量 基本没有出现太大变化 也没有战争 也没有危机 但是油价在两个月时间跌45% 这绝对是一个值得 我们考虑进场的机会 那我刚才说到的这两个案例呢 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说 平时我们新闻也需要看 这个时政呢 也需要关心 但是很多时候 如果一些身边每一天 需要用到的商品 比如说像我们汽车 需要加的油 这个油价如果在短期内 在没有任何大的变化之下 下跌或上涨超过30% 它都属于呢 这个是叫做短期的暴涨或暴跌 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就意味着有着进场的机会 所以我们除了这个 关心平时的这个新闻之外 对于超过30%的短时间大涨大跌 也可以留心一下 另外说黄金 我们刚才也说到 现在黄金价格呢 是2019年的最高价 那么金价上涨 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事 只有两个原因 一就是用来衡量其价格的美元 价值在下跌 第二就是说明 投资者对于全世界目前的经济环境 以及未来的一个担忧 我们知道呢 甚是古董乱世黄金 只有当这个市场混乱 或者发生天灾人祸的时候呢 黄金价格才会上涨 那么目前在美股 依然处在26000点的高度 金价却达到了2019年的高度 这不得不呢 让我们留一个心眼 虽然我们目前来看 这个世界呢 暂时还没有什么大大的灾难 但这也说明 投资者目前正式开始 逐步增加 对于未来不确定的担心 所以才会发生 股市上涨 黄金也同样上涨的奇怪事件 那么今天是周五 我们第二个话题来聊一聊 这个很多我们的客户也好 朋友们都会问我 那么在金融市场 到底是学历重要呢 还是经验重要 因为就在本周末 我们知道呢 有一个叫做CFA 也就是注册金融分析师的考试 GoMarkets我们也有很多同事 参与了这次考试 那我们提前祝他们考试呢 顺利 圆满 这个能够通过 相信我在毕业的时候呢 也会有这个困扰 因为我们一般 亚洲的孩子们呢 通常学习成绩呢 都比较不错 手里面呢 又很喜欢考很多证书 特别是CFA啊 CPA啊 等等等等 一大堆 其实在我看来呢 很多时候 我们工作上所用到的知识 和书本上 毕竟是还有差距的 你说这些证书 是不是能够直接 马上帮助到我们的工作呢 其实它的效果 未必是立竿见影呢 很多时候我们知道 其实在国外 研究生学历 甚至于博士学历 并不能够帮我们提高 找工作的成功几率 反而是本科 加上荣誉学位 是在国外更加吃得开 当然我并不是说 学历高反而是不好 我想表明的一点呢 就是很多时候书本上 和实用上 是有巨大差别的 就像昨天我在看一个 英文的分析网站 其中重点推荐了 四个股票 其中两个股票呢 一个是做背照和床单的 另一个呢 是做羽绒服的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属于零售行业 但是我们都知道 现在澳大利亚的 零售环境非常的差 不仅仅是商场 就连小的超市 营业的 或者是餐馆 它的营业额也在下跌 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如果我们单纯是看数字 看财报 得出的分析 很有可能呢 就不准确 这也是我一直 和大家说的 有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脱离书本 要站得更高 眼界才能看得更远 才不会发生呢 像目前这个零售行业 普遍遭遇寒冬 却推荐了床单背照 或者是呢 这个羽绒衣 这些股票的 这个奇怪事件 另外我们在下周日 也就是6月23号下午1点至4点 将会在墨尔本东南区的 Glan Weaverly Novotel 举办半年一次的股票交易峰会 届时我们会邀请了 包括61 Financial和Olicapital 等多位华人领域的股票投资大咖 参与这次活动 另外呢 自由党国会议员 廖禅娥 也将会出席本次峰会 并且为听众朋友们带来 这个最新的自由党 在税收地产 以及华人社区建设上 所能改变的一些事情 欢迎大家报名参加 时间地点呢 请留意我们的小助手 公众号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 GoMarkets 每日财经快讯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